往生真意 即世间果报 未令行者 生精进行 把世间果报统统给你讲清楚 讲明白 这就是 三十二频到三十七频 我们说过的 你明了之后再看看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佛没有说讲话 句句真实 好像 他在三千年前 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 一定要求 一定要方向 自己求生监督 自己还有许多有缘者 这些有缘人 我们要劝道他 他能相信 他有福 他会念佛 他没有福 我们给他种了善根 阿赖耶里面 种了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种子 一立二根 永违到种 那么他将来 来生后世 遇到缘的时候 这个种子会起作用 那往生的阵言 就是幸运 痴迷 那本经里面 说了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上中下背 一心三背 没有念样 都是一向专念 说千足 说明白 希望念佛同学 真真身 金金心 金 是唇而不杂 心里头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金 金是进步 绝不退后 金金 落实在哪里 落实在 一念念佛 成就三位 绝身 必须骨骨 到这个地方 这都是 盆基 清 清新论的 输出 一念念佛 一个念 没有第二念 这说明 都放下了 一行 一意 都在念 阿弥陀佛 念旧了 就得三位 念到功夫成片 往生就要把握了 真正功夫成片 成片也有三倍 救命 上倍的成片 往生自在了 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 佛就来接引 你跟阿弥陀佛 同了 当中没有障碍 现在要去 阿弥陀佛知道 马上就来接引 如果念到 一心不乱 那是真正的念佛三位 功夫成片 都有 这一种的能力 何况 心不乱 那么念佛人求的 不求别的 就求功夫到三位 绝天瓦身 没有事好怀疑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